在这个军宅买卖的问题上 你也认为 中间有很多的不公不义 也是你未来 如果真的当选的话 你会即刻处理的 所以你回头去看 你的小老弟朱立伦 他的回应 跟你完全不一样 他的政治判断 跟危机处理合格吗 我必须要这样讲 国民党确实有很多的包袱 国民党有很多的包袱 这个包袱 一个是人的包袱 一个是制度的包袱 人的包袱因为牵涉到很多 大家都是认识的一些朋友 如果卷入到里面的话 不好评论 第二个是制度性的包袱 这制度性的包袱 当年设计的制度上 走了一些偏差了之后 那么后来就没有人去改 一改的话 就影响到所谓的既得利益 所以这个改制度是最难的 改制度是最难的 而在制度过程当中 又牵涉于人的因素 当然国民党有120年的历史 到台湾长期执政也超过有60年 在这么长期的执政当中 所以累积起来的包袱 人情包袱 制度包袱 当然比民进党要来得多 但是民进党本身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今天也特别提到了 不管谁这样来当选 就是要打破制度性的包袱的根本 就是又要回到了 就是今天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变 环境在变了以后 在处理这个所谓我们现在经常讲的 就是均负的原则 社会正义的原则 等等等等 我们需要好好去 你刚刚谈到周六伦有包袱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干脆就派了PK小组来打蔡英文 那反正你打我我也打你 现在我们也听到国民党发言人 有一些的说法是说 反正现在要争取年轻选票 那年轻人仇富 所以我就打你蔡英文很有钱 你很有地 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大家这种印象 那就你黑我也 我也把你 把你大家一起抹黑 大家黑妈妈的打成一团了 我就不去打政策 这个是可能这个情况 我不想去卷到这个口舌之争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这个并不是赢得选战 目前这一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 我们下来看一下蓝六伦咬成这个样子 经过蔡英文重化后 他变成一块很完整的建地 这个叫做侏罗纪公园时代的土地 这个叫做重建以后的优胜美地 所以蔡英文的本事是非常的大的 颜色段的 颜色段的这一个重化地的炒作案里面 他一样有个团伙 一样有个草地集团 这两个草地集团是重叠的 这两个草地集团里面 最重叠的部分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可以说是这个重化地炒作集团的核心 国民党一直这种穷追猛打 那一直在引用错误的一个讯息 这个是过去在复制这个宇昌案的手法 那从宇昌案的原班人马 然后再重装上阵 那我们还是要禁告朱立伦主席 假如要打正面的一个选举 不打负面选举 那你放任这些 过去是宇昌犯的这些打手 那一直在吐沫之 希望说这样对他的选情有所帮助 主席我还是要追问 你对这些蓝绿互咬的看法 因为我知道你很厚道 你不想谈嘛 但是呢 我想到目前为止 因为整个选战的焦点还是在这里 那我们不谈这个就不知道要谈什么 所以还是要请教主席 我必须这样讲 我对于这个他们三位 去跳进去来 打这个所谓的蔡主席的 这个土地的问题 我比较持平的讲 我觉得那位女士去参加 好可惜 我替她好可惜 以前对她的 那新三宝里面加进去的那位 是不是 过去大家对她的形象都是非常好 她何必要去卷进去 我很持平地说 捍卫她的不分区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这两个案子 确实军灾案的这个问题啊 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我并不是说这个在台北市的比较高价位 特别是在内湖的这些土地的这些当中 去获得利益啊 是对和不对 我不愿意卷到里面去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的话 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像刚刚文正特别提到了 当然你要检视一个未来国家领导人 他的个人的操守 他个人的基本的条件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严格讲起来 这件事情 说直接的要对这个蔡主席的个人去挑的话 还要拿出更比较精确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才比较 让大家觉得比较持平 我并没有在这边去弹服任何人 但是我觉得朱主席应该就这个事情 双方面两位都要提出来 那就是朱主席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如果他当选之后 他会对于君宅的整个来龙去脉 应该仔细地好好去整理清查 还给老兵一个公道 朱立伦倒是对于 对于不当得利的 对于不当得利的 我们应该依法来好好的去处理 我这边特别加一句话 那就不是去做清算斗争的工作 是在制度上面 还给我们这个军公教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老兵 朱立伦有回应这个军宅的事情 他说王若璇做的这件事情 侠不掩瑜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鱼是指宋楚瑜 结果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没什么了 他讲的没错 侠不能够掩掉我这个宋楚瑜的 这个好 这个是斗嘴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我特别提醒的 就是这个军宅的这个大的问题的 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后来的这个改建 这个老旧眷村改建这个条例设定之后 政府投入了上千亿的资金 对啊 将近六千亿 这么大的一个资金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诟病我们的所谓军宫教人员的退休的这个 那个联金的问题的严重性 那就是他不是一个政府 在现阶段的福利政策可能负担的财务的那个负担 那就是所有县职的上将也好 或者将官也好 所以你退休之后 你已经有了你的基本的 兴奉的那个退休金 还要附加一个房子 这不是政府能够承担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从这个正面来讲 我刚刚再三强调 我不是要去做清算斗争的工作 而是应该要去结算 那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结束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条理分明的 哪一些在这边不当得利的 对 做一些这个措施 把它去处理 就未来要有一个分水里 我不能再继续再这样 再这样混下去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要等未来 为什么现在的执政党 不能够要求国防部 把过去将近六千亿的军宅 是怎么花的 然后哪些人得到配售 你马上上网 全民都会帮忙了解 监督了解 这不困难 因为民众在问的是说 我们的六千亿是花到哪里去 就我们的眷改基金到目前为止 到今年度还负债七百四十 一亿 那所以说在那六千 还没有结算完 因为结算完到底会增加减少 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到目前一直讲 所以说是六千七百四十亿 结果造成这样的情形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玉珍和韦哲刚刚多提到的这个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现有的清洁 就是清算 我不是说那种那种 二指的去结算 这个说明 去说明 确实国防部和相关的单位 应该要向社会大众加一个说明 闹得这么大 您刚刚讲了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当年这些老旧眷村 都是在荒郊野外 后来变成精华区 土地的成本取得 根本不是原来这么高的价钱当中 所要承担的一些成本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额 它已经投进去 你刚刚讲了 将近这么大六千多亿 现在还负债 还付欠七百多亿 这就说明当中绝对出了一些问题 出来问题 这是第一个观念 那就是我们需要给社会大众 到底原来老旧眷村的人是多少 老旧眷村的人只会减少 不会增加 那就是说 他人如果早就已经不在了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取得 刚刚就配售的这个对象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人数只有减少 你怎么会人数又增加 所以假借这样的一个改建的条例 产生新的福利的安置和不当得利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需要给这个政府 一个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尤其是我刚刚讲 如果没有的话 检调单位也好 或者是甚至于我们的监察院都应该 这就是我讲这次我们的选举当中 我们要从事一个大的一个 我们的宪政改革 我们现在监察院 对不对 该要去查这个案子 统统没有好好去查 为什么 因为监察委员的提名 大家就可以看到 跟行政单位是 对不起 我没有刚刚讲是这个狼狈为奸 我也没有讲了 是根本没有去好好去做到 应该有的事情 回到郁珍一开始讲的话 就既然这件事情 已经引起社会这么大的重视 当然应该要向社会大众 要有个交代 这是必须要的 它不一定是对的哪一个候选人 但是很显然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不公平 而这个衍生出来的是 对于那个18%以后 把所有的那些中低收入的 那一些公交人员 全部打成米虫 打成让他们饱受不白之冤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把这个事情做个交代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看到今天有些评论 那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些过去 不管是因为继承的也好 或者是如何也好 但是你对于账架归功 或者是这样子的 这个土地的争执的情况 有没有卷入 很容易讲 我相信这个蔡主席这边 很容易加以说明 你当年是不是在其位 你当年有没有在处理这些 这个土地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去官缩 甚至于有些什么介入 这些都是事实问题 很容易去说明 大家就事论事地加以去说明 也不必要去情绪化 说你抹黑我 我抹黑你 来进行口舌之争 OK 晏蓉 主席我想请问一下 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 应该这样讲 说很多年轻人在看 王如璇律师的军宅事件 还有蔡主席的土地事件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用一种 会觉得说年轻人真的薪水很低 我们都买不起房子 但是为什么房子 目前在台湾 其实房地产是成为市场炒作的标的 那基本上很多年轻人 像包括我在内 我也认为说 其实今天就像您刚讲 涨价归功 但归功这件事情 目前因为我们台湾并竟不是一个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国家 其实要归功是有点程度的困难 但是如何让房地产成为 不是市场炒作的标的 我们是认为说 不动产交易应该实价磕税 包括是房地产的持有税的部分 非自用住宅的部分 它的持有税需要增加 那这个部分确实 可能您跟您刚刚讲的 涨价归功好像某种程度是 一举同工之外 不晓得针对这个部分 不动产交易实价磕税 您的看法是如何 燕容刚刚提到的话 现在年轻的人 对于要去买一个房子 取得是非常困难 就是特别是在 它工作的所在地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产业都集中在北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当然觉得很不公平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住宅的政策 土地的政策 跟国土规划 应该整体来看 所以我才提出来 国土规划 我觉得未来台湾有六项事情 要好好去处理 国土规划 我们产业转型 两岸和平 政府这个组织再造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财政 和这个中央地方政府的划分 这些大的问题 都是未来我们的总统 所面临的非常棘手 但是必须要去处理的 这个大问题 其中内容特别谈到了 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这个土地的问题 这土地问题 十价磕税 就是我将来未来 要提出来的 就是资本利得 应该与抠舍 我们不能说 它去投机也好 投资在土地 就完全禁止 但是今天看到很多的空污 看到很多人在地炒作这些情况 就产生很大很大的 这个社会上的问题 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对策来 对这个问题要加以 这个不是要去制止 而是应该从社会 这个财富公平分配的 这个角度里面 去做个调整 什么盖洛普 就是盖离谱 是不是乱骗人 那个不对 我觉得将来 我们法律上会要公然 公然地运用这样子的东西 误导 误导人民的观念的话 请问 这是公然诈其